几位大哥 不好意思 打扰一下 你们吃的这是什么呀 这个是越南小卷筒 这是你们的早饭是吗 对 这个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 这里面有肉不是吗 对 有肉 还有葱花 小卷筒也叫小卷粉 只是听名字就能猜出 这小卷筒一定是米粉的亲戚了 果不其然 米皮卷上馅料 一只小卷筒就做好了 不过让我好奇的是 这白白净净的小卷筒 只要蘸上了做料 就能让一个个合口人 吃得大汗淋漓 难道这做料里 藏着什么特殊的味道吗 我看你们这边也是 吃卷筒也有蘸水 云南人好像吃什么 都有这个蘸水 对对对 它主要是提味 然后这个口感更多层次一些 就是你来这儿 它会给你一碗蘸水是吗 没自个儿调 DIY的 这是自己调的 对 这个看起来还不错 我能麻烦您吗 就是您能给我调一碗 就是当地人 就像我这样的 对对对 蘸水是云南美食的通行证 也是云南味道的标志 对于云南人来说 没有蘸水 生活似乎就没了滋味 那么河口的蘸水 究竟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哇 看到这些东西 然后我又闻到了那个味道 我觉得就是顿时整个人都清新 然后很舒服的感觉 对对 都是很新鲜的食材 对对 我们现在得倒这个辣椒 对 这个 这辣椒都是自己现冲的呀 对 这个就是DIY的精髓 哇 闻到那个新鲜的味道了 对 你得用点力 你得用点力 对 让它那个味道完全散发出来 还混合在一起 好了 好 可以了 好 下面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呢 就是起那个青柠檬 青柠檬也是这边的特色 对 柠檬汁 对 哎呀 真是 你看这边吃这个卷筒 都有一系列它自己的工具和程序 不够 我们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对 这边人还是很喜欢这种 酸爽的味道 对 因为这个河口人 基本上不吃那个酸醋 醋啊 对 就是我知道云南人爱酸嘛 但是这个酸跟山西那种醋的酸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它有果香 对 青柠檬汁 酸得通透 小米辣 辣得彻底 再来一点清凉的薄荷 酸辣清爽 全世界似乎都能在这一刻清醒过来 然而你以为河口的湛水就这么简单吗 小哥告诉我 酸辣味只是打个底 还有一种味道可是画龙点睛的 这个是鱼露吗 对 这个也是它的正典之宝 你闻一下 就是这个味道 去过越南的人应该都会知道 对对对 而且越南人对这个非常钟爱 我也喜欢 鱼露也叫鱼酱油 这种仅用鱼和盐发酵所得的液体 给当地的饮食烙上神奇的风味印记 加上一点鱼露 再淋上一勺老汤和卤汁的混合汤汁 一碗地地道道的河口湛水 才能算是大功告成 尝一下 如何 这湛水的味道 它跟我想象不一样 它不会太辣 但是就很新鲜很清新的感觉 对